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联合国所采用的一个标准 2021年它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13205美元 那么现在稍微调整达到13000美元 你要是跨过这个名堂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 那么中国现在人形GDP已经达到12300美元 那我相信只要我们在每年5%以上的增长 那快着一两年慢的话两三年 我相信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 所以成为高收入国家 我想只要我们维持把我们的增长权利比较好的花费 可以利用我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利的条件 那我相信成为高收入国家 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 我相信2026年也能够实现